这个呢,就是我9月1号开始做的一个信报菇的菇童 那今天离上次更新呢,已经有两周了 我为了等它菇能长得更多呢,更新的有点晚 但是发现啊,这个先长的菇啊,已经开始萎缩变老了 但是这次的实验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它这个信报菇的活力还是很强 只是可能是由于这个介质,它的营养不是特别够 所以啊,我觉得它的菇啊,没有长得特别的大 量也不够多 你看,都已经粘了,有点老了 但是菌丝还是非常的健康,雪白雪白的 没有一点感染的迹象 那所以呢,这一次的实验,我们就到这儿就结束了 那我会用这一桶介质跟菌丝继续我下一个实验 我会把它跟新的介质混合在一起 增加这个介质的营养度 我会看一下会不会对这个初孤的质量有所提升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